李亚鹏官宣好消息打脸王妃 3月14日李亚鹏在社交媒体平台里面公布了自己的好消息 她不但再次成为了父亲 而且女友海哈惊喜也成为了她法律上的妻子 两个人共同拉着孩子的小手看起来非常幸福的样子 据知情人爆料李亚鹏这一次终于圆了母亲的心愿 给她生下了一个孙子 而且此前李亚鹏和海哈惊喜就被媒体拍到一起前往妇产科探柄 但对于女友是否怀孕的事情 李亚鹏的态度一直是规模如深 似乎不想要给自己引来流言蜚语 但这一次她的官宣不仅被人夸赞真男人 而且还有很多人希望她和新妻子能够越来越好 其实回忆起李亚鹏的感情生活也算得上是无比曲折 她在一场朋友的宴会上对天后王妃一见钟情 可偏偏王妃有着自己的正牌男友谢霆锋 好不容易等到谢霆锋爱上了张伯志 王妃也正处于失恋期 李亚鹏选择勇敢出手 花了几百万去看王妃的演唱本 而且最疯狂的时候一天能够发上百早短信和她开心 但此时的她仍然只是王妃的一个小备胎人 直到谢霆锋官宣了和张伯志结婚的消息 王妃才报复性的选择和李亚鹏拍了结婚照 并且很快踏入了婚姻的殿堂 当时二人成为了圈内最不受观众看好的一个夫妻 虽然李亚鹏飞快让王妃为自己生下了女儿里面 可二人的性格特征却注定他们不是一路人 王妃是一个对财产和金钱非常淡漠的女子 李亚鹏身上却充满了伤人的气息 每一次都要拉着王妃为她的事业站台 久而久之王妃脸上出现的更多的是狂躁和不喜 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当场发火 让李亚鹏下不来台 再加上王妃是一个有自己信仰的人 李亚鹏和她在生活上有着很多的不便 没过多久李亚鹏和王妃官宣了离婚的消息 据说是王妃先提出的离婚 而李亚鹏用了近半年的时间才终于消化了此事 这边二人刚刚官宣分手 那边王妃就又和谢霆锋重新走在了一起 狠狠地给了李亚鹏一个大嘴巴 现在李亚鹏终于有了自己的新欢 也算得上是家庭幸福圆满 王妃想必也不会和她再有任何纠缠了 很多网友都认为李亚鹏多多转转多年 终于还是选择了自己的幸福 这是正确的决定 毕竟王妃不是能够过日子的女人 也有网友认为李亚鹏找新女友 不过是因为她想要的儿子 她最爱的人还是王妃 所以在女友生下孩子以后 才官宣了结婚的消息 大家认为李亚鹏这一次真的找到真爱了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